我们谈谈美团 星期四收市后就公布了第一季的业绩 经调整个正规选 这个就是非国际会计准则的 收窄去到36亿人民币 那个规选就是按年跌了7.8% 按季跌了8.9% 两个数据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收入就增长了2.5% 去到463亿 上个星期四在香港收市之后才公布业绩 ADR星期四就升了8% 不过星期五的时候就跟随大市就有个回套 就2% 所以ADR对比香港星期四的收市 就高出5%左右 现在开市前对原盘 都是有一个升了6%左右 去到192元的水平 说到公司怎样看第二季的情况 公司管理层就说到 几个大城市的疫情发展 和封控措施 对他们也有造成显著的影响 预料了 餐饮外卖订单量 增速就有明显放缓 另一个主营业务 就是导店、酒店和旅游的收入 就按年会有倒退的 也有大行引述管理层就说到 2022年全年经调整EBITDA 就达至收支平衡的目标 仍然可以达到的 不少大行就给了新的目标 目标价就是250-285元 美团的数据你怎样提 其实美团如果在业绩上 我们通常留意三样东西 餐饮、酒店、渡店 还有新业务正体表演 其实都是与预期不会有太大落差 简单来说 其实最大的分别是新业务的亏损 虽然按年增加了 但按季改善 我觉得这个是按季收窄 这个是美团份业绩 为什么绩后ADR有得升 或者升这么多 现在看到190多元 最主要原因 在餐饮方面 公司都说明了 因为疫情这些因素 特别说很多人封城 但就地过年 导致在新年期间仍然有个比较 就算上年高基数 仍然保持就地过年 保持增长 但是在餐饮方面 你始终未来随着疫情 经济状况不好 你怎样都会有一定的敏感度 而酒店、豆店更坏 他们都说到 第一季都说人好 到第二季因为疫情的因素 很大机会按年会放弹 但我觉得短暂性 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你的市况上 疫情是你最害怕的因素 你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疫情总会很快地过去 我觉得到了这一刻 2022年左右 这一刻出事 之后就会没事 疫情永远都是这样去客 所以股票市场对疫情的忧虑 向来不会特别担心 但问题就是新业务 是否真的能够持续亏损收窄 这个就是未来最大的变数 所以你问我 如果一百九十多元 你说这些位置 硬做中长线投资 或者低位炸 我不会建议你走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继续持续 继续去充敬你未来的业绩 看看是否那个亏损可以继续收窄 是否能够像管理层那样说 做到去到2022年收支平衡 做到的话 大行看之前说的二百五十多元 打个折 九折左右 二百三左右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做到 这一刻还有水位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业绩后才走去追 我就觉得纯粹直播来的问题 这个股价其实业绩前 已经充了很多上来 现在其实业绩出到来 整体的数据比预期好 但是由于预期很低 如果你看好美团的话 基本上刚刚那份业绩出到来 你是预议了应该是这样 那个态度就会类似是这样 所以没必要说 出完业绩之后 升了那么多 还硬硬去追 相反地 等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 回多一点才买 反正说过我们都说 不会一帆风顺的 我们觉得都是反反复复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美团调整的时候 一百十十五元的位置上 你会舒服很多 其实你看到图表上面 尽其是有一个突破的情况 但是已经是升穿了 一些重要阻力位 一段都挺多的水平 如果你这些位置追 就要用一百九十元来做指示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策略 假设真的很不乘书 或者没什么想法 你经常看到美团升 又很不乘乘书的状况 你可以看今天收市 记得到一百九十元流伤 站得稳的 你就过阿里巴巴业绩之后 再升到枕 但是真的不会太多水位 如果你这些位置追 短线上到二百十元 可能阻力已经很大了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 这些位置硬硬追 我就觉得直播率 真的比较一般 但是业绩出来之后 或者其实业绩出来前 都是这么说 我觉得ATM这些股份 就是你今年做部署的话 直播率都有的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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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